最近有几份民调 台湾民基金会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是新台湾国策智库 今天的这个 他应该偏捋 应该偏捋 我这听听就好了 我为什么觉得被要讨论啦 不要浪费下一辙好不好 更不要浪费直接讨论这个 就下一辙 那我觉得最近在野政党 其实也是面临了一些挑战啦 当然最近有几份民调 台湾民基金会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是哪一个 这个是新台湾国策智库 今天的这个 他应该偏捋 应该偏捋 我这听听就好了 我为什么觉得被要讨论啦 不要浪费直接下一辙好不好 更不要浪费直接讨论这个 就下一辙 先稍微讲一下 昨天那个台湾民基金会 然后跟这个民调 就是他把 蓝白阵营的政党支持度 都是弄在大概两成以下 再弄低一点啊 最好弄到各位输啊 你这个态度可以 你要做彻底一点 你不要做一半 不行啊 那样都太明显了 反正不都很明显 已经蛮明显 就跟民进党落差蛮大啦 你信吗 大家参考好不好 大家参考 资讯提供给大家 那当然大家也开始在讨论 就是贵党的那个 党主席之争好不好 本党党主席没有真的 没有人在争 没有人在争 所以只有一位吗 坦白讲 只有一位吗 对啊 保证好朋友 我们也不要讲谎话 不要讲什么台面话 我觉得就助力人连任啦 认真 那最近大家一直在谈的呢 就是卢秀燕市长啊 韩院长啊 因为你知道 国民党党主席是一个 平常除了要这个 政治上的事情之外 其实最重要是要跑三点半 抽钱 以前党组织比较多的时候 一个月要2500万 我不知道贵党 2500万贵党可以用多久 哈哈哈 本党在过去有一段时间 2500万一个月就不见了 一个月就不见了 一个月就没有了 太快了 真的 现在稍微好一点 但是一个月也要千把万 那也是很骚欸 很骚啊 那你觉得现在党展也没多少 靠那每年的政党补助款也不多啊 但就是只能支应平常的日常开销而已 那你说出来这种活动 都要钱啊 所以国民党党主席 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而且没有什么权利 没什么权利 其实没有什么权利啊 你看现在所有的政治目光 都在立法院嘛 是啦 那未来他最多就是提名嘛 那提名都有一个依据靠民调 就算我比他喜欢谁 但那个人也要民调 要赢过其他的对手才行啊 所以本身他就是这个主持公导 这是一个主持公导 对主持公导 在帮大家募款 然后缺钱才会见党主席 这任重道远 对 去缺钱才会去找党主席啊 我日子过得好事后 基本上不用去找党主席 日子过得好好的不用找党啊 不用找党啊 党找你就不好事 就去帮忙募款 所以我们接到党部的电话说 诶斯康你那个本年的责任额啊 还没有入库 拜托你赶快 我们一年 接到电话又来了 我们一年议员是十万块啊 立委是五十万一年啊 所以就让国民党的 党主席工作不好做 而且这个打货要赔 打货要赔 所以我真的觉得在 在未来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朱立伦的连任机率还是蛮高的 因为他现在就是开始要号召民众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站出来嘛 所以他自己呢 也是会亲自的去跑北中南 都会去这样转 就大家就觉得说 诶朱主席看起来好像很这个积极 因为最近太多所谓党主席之争的这种传闻嘛 然后大家就说 诶这个时间点他看起来很积极说 对我自己要亲自这个御驾亲征 然后去到现场的一些宣传会等等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因为其实现在也有一些风声 然后就说什么卢市长啊 侯市长啊 是不是都有可能会出来 我听到我认为不会 目前没有 我认为不会不会 然后韩国瑜更不可能啊 因为他立法院也只要挑出党派啊 他是要选总统 我就要问一下你们柯主席 前天跟他吃饭怎么讨论这个好不好 我们先随便举例啊 假设韩柯配你们加一 韩柯配 会不会赢 会不会赢 认真吗 会不会赢 韩柯配喔 我觉得还蛮有机会的 我觉得还蛮有机会的 韩柯配怎么回事 好啦只是这个比喻而已 大家不要当真 这个比喻 没有因为最近才太多了 大家在讨论嘛 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说法 说国民党如果党主席跟总统候选人 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 好像又不容易赢 哎马英九就赢啦 马英九 那时候是胡伯雄啊 哦 所以马英九他算例外吗 哦 我也知道 他个人被练强的真的 不是我觉得总归到来啦 选举也是要看人最重要 这特别是单一席次喔 就是人最重要 因为人几乎决定了成败的40% 那另外一个举举是靠团结 靠当时的政治局势等等 那因为人OK了就很好卖 就很好卖 那所以这跟什么党主席 是不是兼总统候选 我觉得那并不一定如此 不一定如此 所以我觉得人很重要 而且党内没有杂音很重要 要团结 然后让大家一心的把这个政权赢回来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啦 因为最近有些声音也会说 就是朱主席他如果要连任的话 是不是也想要继续选总统 就是有机会出来选 我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目前没有听到这样的风声 对我没有听到这样的风声 对所以我觉得 而且下一次选总统的时候 因为我还是有民众党的一个 一个合作的问题 没有26年就要先面临一波了 县市首帐 我先通常这个 我觉得比较好处理 你确定 我认为比较处理 你是乐观的是不是 对 所以韩国瑜这个做法 就是要帮两党的气氛打个底 打个底啦 然后假设在很多地方 民众党也有人 我认为要办一个 就是在野大的这个比较 就整合出一组啦 但是未来合作的部分 比如在市政府那边可以合作的 是不是有让一些民众党的朋友 也能够进入市政府去做一些磨练啦 我觉得我也要有一个放官这样的心胸 对啊 其实因为之前 所以卢秀英就是很好的例子啊 就是 对他是 对啊 因为其实之前因为那个蓝白盒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讨论的时间 也比较晚了一点 晚了啦 如果是去年这个时候 你还要跟支持者沟通 其实你那个时间就要拉得比较长一点 你自己的 你支持者的情绪已经被勾起来 勾起来然后就要投票了 愤怒都还没压下去就要投票 所以说假设去年是从夏天 你就从 假设从这个时候去谈蓝白盒的话 而且谈出个眉毛的话 也许 现在的政局很不一样 我不知道 真的 这就考验了 两党党主席的智慧 是会 还是要靠大人去谈啦 好朋友们 你也有睡眠困扰吗 推荐您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俊 帮助您睡得好 美丽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组限量送随行果汁机一入 送完为止 更可搭配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百 最高回馈618元 现在买最划算 再加100元就能够超值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一起来快点购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经验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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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